然後我最近就在看一篇文章 《數值求解學歷樂方程》 然後我就講一下我的理解 就是它這篇文章講的就是 不同條件下解學歷樂方程的方法 首先是講了依偉學歷樂方程 然後用的是五梅羅湖方法 就是將學歷樂方程換成另一種表達形式 然後用邊界條件求解 這個我也會繼續講 然後還有就是大於一維的情況下 而且市場不對稱 那學歷樂方程的解法就比較複雜 因為他們的邊界條件很複雜 一維的話邊界條件一般只有兩點 但是如果是多維的話 它就是對一個面或者對一個曲線的邊界條件 這個複雜很多 然後這樣的解法一般 就是通過主針對角化 把時空間的點離散到虛空間 對 我的一點是這樣 我沒看太多 然後最後介紹了束縛在有限小空間的例子 然後這個是通過一個冷空手式的方法 得到它們低冷胎的波函數 我只看懂了 依偉 咱們再講一下依偉 不快學歷樂方程的公式之下 這個大家可能都知道 然後再要提一下 這面依偉不僅僅是微度上的依偉 也包括球對稱市場中的離子 也符合意偉的情況 因為它們的波函數可以 表示成近向波函數 和腳向波函數的成績 然後把上面這個公式帶到 確定的方程的公式裡面 可以得到一個表達形式一樣的公式 所以是符合的 另外還有中心市場的雙筆系統 也是符合依偉的情況 公式都是有一樣的形式 然後先講一下它們 低微確定的話我們的解法 它用的就是這個魯梅洛福的方法 首先是將波函數可以表示成 二層波函數可以表示成這個形式 然後再把低微的坐標 可以把它和 迷上成很多位的點 然後把它撐起來這樣 然後就可以通過這個 把波函數胎勒展開 展開之後的形式是這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只是加起來就變成下面這一條 然後它 然後這裡定義了一個中心分析的順序 符合DELTA 比如說對任意一個函數GX DELTA GX的表達形式就是這樣的 然後叫方GX2 就是這樣的 然後把這個DELTA的函數 代入到上一段方程 這個方程裡面 就可以得到一個簡化一點的方程 是不是對自己那個融合是它的解法 嗯 那個我沒看 嗯 就簡化的方程是這樣的 所以這一個方程裡面 會有一個四階的波函數 四階的波函數比較複雜 這裡可以把它用二階波函數替換 替換出來就是這樣 也是開了打開 然後把這個打開的就是 帶入到原來的這個方程裡面 得到一個這樣的方程 然後再回到原來的這個最開始的方法 用到的這個融合是 把它們兩個結合起來 所以我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方程 呃 這樣的方程等效於一個這樣的方程 因為 所以上面這麼複雜的一個東西 就可以簡化成下面這一個公式 然後有了這個簡化的公式 解一維的確定的方程 就很簡單 我介紹一下它的用法 嗯 利用這個公式咯 就可以知道 在已知識人分佈和邊際條件的情況下 取用不同的能量函數 通過試探的方法 可以得到 與實際情況非常接近的波函數的能量 然後我記得 解釋一下先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就是 呃 在實際一維空間分佈的例子 如果我們也知道它的市場 假如說是VX 呃 我們還要知道它的邊際條件 這個我們可以融為定義一個邊際條件 假如說 例子在一維空間是無線分佈的 呃 計算機計算不了無線遠 所以我們可以融為規定一個邊際 比如說X0 X0以類的共產區是1 以外的共產區是0 這樣波函數對整個空間的積分是大於1 但是規定是要等於1的 所以我們最後把它做一個規定化就好了 但是有個特殊情況就是 如果市場是無線大的 但波函數是連續有界的 所以這個時候波函數是0的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市場有限的一個 一維決定的方程 嗯 這樣的話 我們已知道的市場和邊際條件 只要解一個 一維決定的方程的話 不然是長量和m 我們都是知道的 所以為了方便計算 我們這裡假設他們的 我們的語意的 將上面的方程 就簡化成了下面這樣的一個方程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 二階常維分方程 要解這個方程的話 我們只需要知道 一個固定點的波函數的直高 那個固定點對應的方程 能一節少數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一個固定點的波函數 就是它的邊際條件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通過上面那個方法 進行試探解法 試探解法 試探解法就是 用這個方式 然後編成這樣一個 函數 這樣一個函數 是需要我們知道它的 機態能量 或者是另一個態的能量 一 然後就可以試探解 具體就是 比如說我們假定 假定兩個機態能量 然後用這個 扣軟 然後就可以在空間上面打出這個 例子可能分布了點 然後就得到了這兩條曲線 這兩條曲線都是試探解法 而且他們不是勾反出 他們只是 就是用那個 shooting menu 然後 呃 所以這兩條曲線 他們對應的條件 分別是兩個不同的機態能量 但是他們滿足了邊界條件 都是一樣的 而且 而且 市場的分布都是一樣的 他們 他們 他們滿足其中一個邊界條件 就是 建立的是 呃 在複義書的畫圖是零 然後 接下來就是 通過二分法 逐漸球線 二分法都是 再取一個 一一加一二的平均值 然後再畫一條曲線 然後 再看這條曲線 在一這一點 看哪一個最靠近零 因為零是我們規定的 另外一個邊界條件 呃 就取這三條線裡面 最靠近零的兩條線 在周二的 那條曲線 這樣 走出來 呃 這樣 一定次數之後 就可以得出來 近視與滿足實際條件的 實線 嗯 這樣的實線就可以 我們認為是 基態國產書的一條曲線 呃 呃 呃 比如說這一張圖 我們得到的 國產書的曲線 就是這樣的 呃 具體是怎麼得到 就是 最後這條曲線的話 我們可以通過 呃 資產經理核之類的 呃 得到它在 負一這一點的 呃 導數 所以我們如果 以致在 負一這一點的 波函數值 而這一點的 波函數導數 我們就可以 解那個 二線條文方程 就可以得到 波函數的 這個方法 是 啊 就是這樣子的 啊 這個方法是對應的 也是 激態的方法 因為能量 我們設定很精彩的 然後 這個方法呢 適用的是 不可解析節的 學運動方程 可解析節的也是不用 但是可以直接解出來 都非常不應整的方法 呃 就是 剛才你 講的這個是 一維的 嗯 然後是 兩邊是 這個 波函數為 等於零的這種邊條件 對 那其他的情況呢 比如你這裏提到 那個高維的情況啊 或者是 它的另一種邊界條件 另一種的話 因為我們 章裡面 也有 它有講到 嗯 另一種比方說 這樣的話 呃 它也是用那種 打點的方法 但是前提都是 這些條件不同 這個都是可以用 還不一定的 然後 但都要知道 市場 然後也是通過 那個風格 然後打點 然後大家 嗯 現在看這個文檔 有什麼困難 問題嗎 嗯 哇 就是 二維三維的話 它那個計算 就是 一維的解法 它最基本的那個表達式 是根據它最後 把波函數換了 也不是把薛定的換成 換了一種表達形式 換成了這樣的 這個我是可以理解的 然後到了二維三維 它 它也要換一種表達形式 這個我就不懂 它這個換的過程 嗯 它是用那個 它是用那個 矩陣對調畫的 嗯 這樣 就是它計算的過程 嗯 嗯 它最後都是 嗯 通過它們得到了不同的表達形式 然後 還變一個程序 然後 得到那種大點的辦法 得到波函數 哦 它這個 多維的時候 是不是把它 雷散化了 是吧 對 這個文章還蠻長度 嗯 嗯 你看 只看到一維的這個 挺簡單的這個信息 嗯 畫面更亮眼 不太雷散化了 嗯 嗯 他真的看起來 我看起來好 一千萬年 這個文章有沒有附入什麼例子之類的? 有。 你可以照著它的例子去編音一下。 就是這樣。 這個程序怎麼寫的, 大家都給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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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定位之類, 下往訛。 是裸衍著響。 這裡。 如果你在那一頁, 看了燈 Doc, 看了一些嚴重嗎? 對於指數的猜減的事 對於指數的猜減的事 對於指數的猜減